魔兽中大三黄金联赛,8月月赛与9月新日安,结束了16进8小组赛的争夺,两天的比赛,冷门叠爆,一向沉稳的120,Fly,WFV等名将都纷纷落马。 直播16桥,第一次参加黄金联赛,月赛的Forge以及Colorful,Chinico两位最新崛起的选手则发挥出色,他们与RW,INFI,Moon等选手,一起携手晋级霸桥。 比赛会顾A组,Lolite其高一招胜速迪Fly日常过度遭运吸力时总是惊人的相似,A组首轮两场宿命对决,结果竟与中韩赛完全一致, Fly直落两盘兴趣Fast,Lolite责2比1击败Lucifer。 比赛中,已操作建长的两位韩国选手,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操作盛宴,先是Lucifer大小冰龙上述, 再是Lolite熊毛疯狂卡位,依靠经济优势拿下第一盘后,Lolite却在第二盘,被Lucifer的尾沙折磨得痛不欲生,连续三次英雄被尾沙,让他只能缴械投降。 好在Lolite的前期博弈还是技高一筹,最终在PM这张庭运营的地图中笑到了最后,胜者组决赛, Bly的小外射棒战术,被Lolite吹风安排的明明白白,射棒1.29最有加强,可依然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, 也许只有等到1.30配合加强反猎头使用才能真正崛起。 跌落败者,阻的Fly面对近年来形容败迹的Lucifer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, AI上受足三英雄等级过低,无法形成有效的爆发,被亡灵一个个蚕食殆尽。 TS上,Fly又一次犯了建设日常的老毛顶,建设几次外出骚扰导致学习团战,更是成为了鸭子洛托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0比2,Fly不敌Lucifer无缘八强,B组,Colorful大放异彩RW,INFI绝地求生借来备受质疑的RW, AZ迎来了小兄弟Colorful本想拿对手记棋,输了老辣的坦摩,却在这次栽了跟头,AZ前期练矿血本, L2虽然凭借操作实现大翻盘,击败又击对手DH,但PS上Colorful用一本骷髅书让RW,INFI突然死亡。 如果说战胜RW,INFI或许还有些许运气成分的话, 那么2比0拉下酷就完全是实力的体现,在LIFE探出,Drixie状态下滑之际,Colorful俨然成为中国案件新的希望。 在9组,RW,INFI又在与SOC的比赛陷入劣势,一本部队被对面的法师完全克制, 关键时刻,MK的雷霆一击,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,硬是活生生地敲出了一条生路, 如梦包型的RW,INFI又利用隐身MK两度偷袭索CAM成功,这才完成了今天一转, 大难不死的RW,INFI随即制造上线。 两次针对HU的先知飞龙成功,艰难竞技八强,C组, 月神KOG显身HME口移巧破千军C组。 月神的目的显然不只是赢得比赛,赢得漂亮顺便开发新的战术才是它的终极目的。 虽有首盘受王神赢的试验失败,但之后的首发KOG却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无论是对占领呱呱的兽足还是WFZ的亡灵, 梦总能用KOG在前期占得优势。 既有缠绕控制技能,就有数人提供火力输出, 缺少去三的亡灵拿KOG毫无办法。 一波四连胜后,梦轻松取得出现权, 首轮被WFZ和比铃击败的吹米口再败着组决赛再次与对手相遇。 见识到了WFZ强悍的操作后, Chemico获得必是就须,以巧制胜。 军生局AZ,本以命神一线的Chemico依靠炸弹人突袭下掉UB两个通灵塔, 接近又依靠MK踩地板赶走失丧。 大部队强插框盖成功, WFZ被这突如其来的连击打得措手不及, 最终遗憾告别了本次越赛的舞台, 第组,120大议师荆州发给霍生亚首胜120与Focus的强强对决如期而至, 这在复仇的Focus一概网至伯手的性格, 屡次主动出击, 前期几次看完DK, 取得巨大优势, 作用伤况的Focus安心等待120进攻, 道具充足的他没有让死英雄的悲剧重演, 一套变扬交踩地板的连空将DK击杀后, Focus终于完成复仇, 第一次参加阅赛的Forge则在败着组决赛, 迎来了120的挑战, 作为职业生涯从没有战胜过的对手, Forge则意识要打破不胜的冠权, 首战L2, 120似乎是与梦一样是练新战术, 但是实证明首发火焰领主真的不靠谱, 次他TS, 120暴力制住开局, 一套脸如画般的团在拉扯, 活生生操作此Forge, 局省局一爱, Forge针对性的一本开框, 完全打乱了120的节奏, 急于追回经济优势的120, 在三本位好之际就贸然开框, 被Forge瞅准时机一波熊得A屏, 这样,Forge以2比1的比分七百120, 近七八成的同时, 也完成了生涯对他的首胜。